歡迎大家收看 喬寧日誌 1 2 3 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喬寧日誌 今天喬寧日誌帶大家來到就是提馬錫的理工學院附近 提馬錫的理工學院叫提馬錫 Polytechnic 然後這邊有一個普通廓 然後它的點心非常便宜 每一樣都是1.3塊 這樣我們帶大家來去逛逛吧 今天要介紹理工學校旁邊的24小時餐廳 這個是1.3塊錢的點心港點喔 今天要介紹理工學校旁邊的24小時餐廳 這個是1.3塊錢的點心港點喔 好可愛喔 對 這是它的Main menu 好想吃順寨 喔 有紙包機耶 好讚喔 好 好 它只有左上角的燒賣是2.3塊 豬長粉2.6塊 然後其他都1.3塊 然後叉叉包是1塊錢 哈囉 我要紙包機鳳爪 蝦仁長粉 這樣子 蝦的好了 嗯蝦的 這樣就好了 這裡吃 這裡吃 好 好 謝謝老闆 謝謝老闆 好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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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吃的肉粽 慢慢吃 放幾半上 你吃的肉粽 你吃的肉粽 吃的肉粽 吃的肉粽 好幾個包丁 很棒 謝謝你 謝謝 好,我今天點了剛剛的那個 我還要點一杯啤酒 這1.3塊啤酒是大杯的 現在開給大家看 好,這是我們今天點的 這個是鮮蝦腸粉 這是紙包機 然後這是鳳爪 這是蘿蔔糕 然後這是豬肉腸粉 那這個是什麼 韭菜餃 韭菜餃 那這個是皮蛋瘦肉粥 這個是檸檬 茶 Ice Lemon Tea 這個多少錢 1.3塊 1塊3 OK 它Ice Lemon Tea1塊3 啤酒也是1塊3 然後我們這樣每一個都是1塊3 OK,拍一張照 OK,首先吃給大家看 鮮蝦腸粉 這裡面有半截蝦 還有一個辣椒 蝦米辣椒 我覺得還不錯 它蝦米辣椒不會辣 然後這次是跟這個油蔥酥一起吃 1到10分我會給8分 給大家餐口囉 哎呀呀 好,接下來要點到腳 這個是豬肉叉燒腸粉 裡面有包那個豬肉叉燒 吃給大家看 我根本比較喜歡鮮蝦耶 嗯 那感覺是不是比較高 對 豬肉的叉燒腸粉 我會給7.5分 給大家參考 看一下吃這個豬肉 看一下吃這個豬肉 嗯 嗯 它這個豬爪它冒跟那個骨頭 還蠻濃郁分離的 我覺得還 就是真的還蠻爛的 它上面還有這種 黑黑的這個 豆豉 嗯 我覺得蠻好吃耶 1到10分我會給8.5分 那再來列到這個 韭菜豬肉燒賣 聞起來香香的 可是韭菜香的味道 沒有這麼的濃 裡面長這個樣子 它裡面有一點點香菇耶 我本身不愛吃香菇 不過沒關係 所以1到10分我會給7.5分 給大家參考 那接下來吃這個蘿蔔糕 蘿蔔糕 你可以沾你的長粉的醬 它裡面有辣椒醬跟甜醬 店家其實給很多選擇 它裡面有包叉燒 它裡面有包肉的 那是小小片的火頭 還是叉燒 我們包剛剛如果有1到10分 我會給8分 紙包雞 紙包雞聽說是低雷 為什麼雷呢 喔它裡面包一隻雞翅 是連根的雞翅 好難開喔 啊為什麼說是地雷 只包機打開想像這樣 它是一個很大的一個雞翅 不過很多同學都說這個是地雷 我們來吃看看吧 好了要吃囉 紙包機 地雷 它本身雞的嫩度沒有 可是它非常的乾 可能是在蒸籠裡面太久的關係 不過它的雞本身塗了蠻多的 那種甜醬醬汁在裡面 不是醬油味那種甜 是那種甜醬的甜 我說不出是哪一種甜醬欸 烤肉醬嗎 可是它不是鹹的那種烤肉醬喔 是甜的那種烤肉醬 可是它那種皮啊 它皮好像沒有什麼 Q勁 就是感覺皮是黏在一起的 如果說要講它不好吃的話 1到10分 可能會給7分 6.5至7分 可是它不是那種超彩的那種雞肉 它還是有水分的雞肉 然後是帶甜甜醬汁的感覺 好 給大家參考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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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不渴 怎麼會爆彩啊 沒有時候吃這個是很彩 很乾 很乾 好了 起吃到你喝夠了 帥 via 咳嗩 第一次我點那個紙包雞 這是唯一讓我吃過這麼多次 這個頂端最累的東西 其他我都可以接受 你兩家都吃過紙包雞嗎 我來這邊有吃過一次紙包雞 另外一家紙包雞我沒有點 搞不好另外一家紙包雞是好吃的 那你看啊 你其實不然裡面他有加那個 他其實那個雞是有先醃過 加那個料酒這樣子 就是大陸那邊他們沒有那種料酒 然後紙包一包下去烤箱烤這樣子 沒有酒 沒有酒 我剛剛是十有吃的出來油 料酒的味道 我每次來啊 就算幾乎只吃六盤而已 六盤多少 七點八 七點八 二人 五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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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三 五盤 五盤 六盤 五盤 五盤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